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发生一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跟我们极度相关的 这是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 他到泰国去参加APEC的时候 他故意 我要特别讲 故意讲了跟我们有关的话 他说澳洲 very unlikely 支持让台湾加入CPTPP 此话一出 砰的一下打了我们一巴掌 真的是莫名其妙 因为正在泰国召开的是APEC的会议 并不是CPTPP 那我不晓得澳洲总理你突然讲这个干什么 那CPTPP有11个会员国 也不是伦志主席 这根本没你的事 那他放的这个话呢 那我们这个媒体啊 有好几组记者在 这个泰国采访这个APEC 一听就去追着他 他也不回答 这个在国际会议外交场合上面 这样其实很难看 我们的媒体同意当时希望这个 澳洲的总理爱班尼斯能够给个说法 你为什么忽然不支持 去讲这个事情 这个干啥呢 这个我们也没得罪你啊 你突然亮这一句 是让我们非常的错愕 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国际空间来讲 是一个 其实我们的国际社会的处境 本来就很不好 那又被澳洲这样子的这个消费 那其实呢 在15号 就是之前G20在印尼举行的时候呢 这个澳洲的总理呢 他是跟习近平会面 在G20有见面 那就是你看到的这一张这个 这个资料照 这个澳洲的这个新的总理啊 爱班尼斯 他这个算是破冰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说 澳洲这几年啊 跟大陆的关系很奇怪 就是很多的冲突啊 那澳洲呢 以美国的副警长 这个秩序说 我是副警长 我要来管理这个 这个南太平洋 这个我是这个管理者 那这个本来的澳洲的 这个是新的总理 爱班尼斯是新的 本来这个总理是莫里森 莫里森就直接跟 这个大陆对着干 所以之前大陆呢 也有很多这个 对澳洲的一些 进口出口东西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贸易战 这个炒来炒去 结果现在这个 这个爱班尼斯啊 他等于是 新的这个总理啊 他跟大陆的关系 相对比较 友好 所以他在G20呢 跟这个 当然习近平在G20 见了一堆人啊 包括拜登啊 法国的马克宏啊 南韩的尹席月等等 那在这个印尼的 这个G20呢 见了这个爱班尼斯 所以 各位听众朋友 这当然没有证据啊 当然你也不会有证据说 为什么澳洲总理 突然讲这一句 那如同我刚跟你讲 因为他是15号 他是前两天 跟这个习近平见面嘛 那你跟习近平见面之后 你现在来 呛一句说 哎呦 我们极不可能支持 这个台湾加入CPTPP 你就很容易让那点 你是不是 是不是习近平 叫你讲的 你是不是跟大陆妥协了什么 你是不是交换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没事修理台湾干嘛 我们哪里得罪你 你讲这干嘛 这个仗是一定算在习近平头上的 那我也不太懂说 为什么这个澳洲 就我跟各位讲 就说 我们去年申请这个加入CPTPP 可以说是完全没进度 完全没进展 去年9月大陆说要申请之后 隔了6天 我们也说要申请 一直卡在那里 那之前比我们更早的是英国 英国是去年2月就申请的 那到现在都快快两年了 怪怪 到明年2月就两年了 那英国的CPTPP也没进展了 英国是一个这个贸易 这个经济自由度这么高的国家 他都进不了CPTPP 因为他们要审核嘛 要开会什么的 不是你想说你今天申请 然后下个礼拜就加入 没有这种事情了 这种多边的这个经济组织 这种谈判 都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英国都还没加入 那更不要讲说大陆或是我们 那各位听见没有 如同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下个礼拜六十一月二十六号 我们要进行九一的投票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可以是天降的芒果干 天上掉下一块芒果干给民进党 就看蔡总统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这个事情 我是不晓得 因为我想说 你突然哐当来这一下是干嘛 各位听见没有 之前是在印尼的G20 现在是在泰国的APEC 那我们APEC的特使是这个台积电的张忠谋先生 他代表蔡总统去出席 那CPTPP他不会这样开会 所以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国际场合是APEC 并不是CPTPP 澳洲总理突然撂这句话出来 其实太刻意了 太刻意了 你这样一讲 就我刚跟你解释 他15号跟习近平的这个会面 这太容易操作了 但我刚特别强调说 你没有证据说是大陆 可是如同我跟你解释之前 澳洲跟大陆的这个仇恨的关系 因为他们前一任的这个总理 他们的那个自由党的这个莫里森 他就是完全就是这个川普拜登的这个 讲爪牙是难听 就根本就是他的马前竹 譬如我举个例子 澳洲 你看澳洲的地理位置这么远 澳洲呢 本来跟法国说 我跟你买潜舰 法国的军火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水平 说我跟你买潜舰 那马克宏他们都很开心 接到订单 这个澳洲跟我们买东西 开心 结果呢 美国就从中这个阻挠 那拜登就出手 拜登就联合英国 英国跟法国就是世仇 那他们就联手去跟澳洲讲说 我跟你讲 我卖你盒子潜舰 你不要买法国那个 法国那个是柴油的动力 那个不好 我卖你盒子潜舰 澳洲盒子潜舰 更好 没有也更贵 就跟他买 就澳洲跟法国毁约 这毁约 马克宏就快吐血 这个是在马克宏连任之前 马克宏也挨了一巴掌 马克宏下不了台 拜登打电话去 马克宏还不接 你嘛好了 他就把你卖了 那你看澳洲 我问你 澳洲买 不管是柴油动力潜舰 或是盒子动力潜舰 他打谁 谁要去打澳洲 纽西兰要打澳洲吗 不可能 纽西兰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家 纽西兰甚至规定说 任何的核子动力的 这个不能经过我这里 你靠近我 我就修理你 没有人要打他 那南太平洋那些岛国 谁要打他 也没有人要去打澳洲 那大陆也要打澳洲吗 也没有 还是日本 日本要打澳洲干嘛 没有人要打你 你买这东西干什么 莫名其妙到几点 大陆也要统一澳洲吗 没有 大陆跟澳洲有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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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海深仇吗 没有 那你买这些东西干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 澳洲这国家 真是莫名其妙到几点 我跟各位解释 大陆 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经贸的大国 它当然会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贸易的这些 这个往来 大陆是对我们最友好的 我们从大陆拿到的 贸易顺差是最多的 我们去年从大陆 赚了1700亿的美金 我们是第一名 让大陆是故意的 我也不要求你 什么贸易谈判 什么大家要什么FTA 什么没有 反正我就让利给你 你台湾有办法 在大陆赚多少钱 你就尽量赚 他也不往心里去 你就赚 我们是大陆的贸易顺差 我们是拿最多 我们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澳洲 澳洲你一天到晚 跟大陆对着干 可是他赚了一大堆的 这个贸易顺差 他是第二名 第三名是南韩 好这是大陆的 这个海关总署的 这个统计 那我跟各位解释 因为CPTPP是共视觉 是共视觉 我跟讲澳洲出人意料的地方 是什么 因为澳洲 就跟我讲他本来是跟美国比较友好 所以本来我们以为澳洲会支持我们的 就像日本 日本之前这个安倍的关系什么 日本我们那时候不是莫名其妙开放 这个日本的核实吗 那蔡政府就这个一厢情愿讲说 我们这个要加入CPTPP啊 所以我们要开放日本的核实什么的 那就开放吧 可是就像我跟你讲的 他11个会员国 他是共视觉 你光靠日本跟澳洲你也进不去啊 只要有一个国家说 这个台湾 我反对 你就进不了了 那其实CPTPP的其他的会员国 有跟大陆比较友好的 如果是传统跟大陆比较友好的那些会员国说 我反对台湾加速我们心里还比较好收一点 我说对我啦 我想说那也就算 因为你们跟大陆比较好嘛 比如说东协的那些国家 他们跟大陆比较好 那你因为大陆压力 你反对台湾加速我就算了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是澳洲的总理 澳洲是五眼联盟的成员国之一 他跟美国是相对比较友好的 结果是澳洲打我们一巴掌说 我不太可能 极不可能 very unlikely 支持台湾加入 我看到这新闻我都有点傻啦 我刚刚是在T台录影的 这个中段看到这新闻 我简直有点傻眼 这个对选战会有影响的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这个如果你有收看我们直播的话 在我的这个画面 我的左手边 这个是今年澳洲他们这个大选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竞选的广告 你看那个竞选广告上面是习近平 习近平出现在澳洲大选的广告上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本来的总理莫里生 他们是自由党的 那他们是比较仇宗的 相对工党的 这个你现在就是今天修理 我们这个爱班尼斯 那他这个广告的竞选广告的攻击 就是说这个来我念给大家听 CCP CCP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叫你投工党 这个是自由党去攻击 工党的这个 这个竞选广告 结果公党还是赢了 就是澳洲的 今年五月的这个大选的结果 莫里生就下台了 然后换这个爱班尼斯 那我刚跟大家解释说 因为CPTPP PP是共识学 我去年就跟大家说 我们可能进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CPTPP 它有一些会员国 跟RCEP是重叠的 那RCEP主要就是 十个东协的国家 加上东协加三 就是这个 应该讲RCEP加三 就是大陆 日本跟韩国 那RCEP加五 就是大陆 日本韩国 加上澳洲跟纽西兰 他们本来有加印度 印度又退出 所以就RCEP加三 加五 那RCEP 它已经开始运作了 今年一月 RCEP已经开始运作 那RCEP它有 这个东协国家 跟这个大陆 相对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 你如果说用开放核实 或者叫日本大哥哥 然后你以为 这样就能够加入CPPP 那就是在骗 自己骗自己 这个我们去年就讲过了 我们去年就告诉大家 我们想要加入CPPP 不太可能 就是所有的这些 国际的这些 多边的这种 这种经贸组织 很困难 那我刚刚就跟你讲说 我没想到出拐子的是这个 这个澳洲的这个 爱班尼斯总理 那选战倒数计时 这个会不会帮助民进党吹票 我认为会 我认为会 这个芒果干下去 我跟你讲 我刚跟各位解释过说 很可疑是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在刚跟 爱班尼斯见过面 但是话讲回来 我们这种地方选举 就九合一是选县市长 这个大陆有必要出这个 出这一招吗 这个我也看不太懂 有没有可能是美国 我们昨天跟大家说 这个境外势力 美国在搞鬼 也不知道 但是如同我刚跟各位解释 G20 APEC跟CPTPP的差别 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澳洲总理他是故意的 故意把这个话讲出来 他是讲给记者听 他不是说什么 什么在哪边讲话被你 他故意告诉澳洲的记者说 我们 very unlikely 让台湾加入这个 他就说什么 他解释的意思是说 CPTPP应该是以国家为单位 那我们是经济体 我们不是国家 所以他认为台湾应该不能加入什么的 你没事讲这干嘛 干你什么事啊 好 那这个东西民进党太好操作了 太容易操作了 他 我跟你讲 民进党是不会像我这样分析给你听 民进党一定是 阿公的阴谋啊 这是共产党害的 这是习近平害的啊 习近平跟他见面之后 没几天 你看澳洲就出来打我们啊 这帐一定算在大陆 一定是国民党 他很容易连结嘛 你看前阵子国民党副主席跑去大陆 你看国民党跟大陆这么好 你看 那个芒果干 那个亡果干 还催下去 还有一个礼拜投票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这个这个是 这是什么 我都开玩笑 这是恭喜民进党啊 这个你也许你听了五感 可是对支持蔡总统 在2020吃过芒果干的人 他现在回魂了 2020反送中习五点 因此而支持蔡总统的那57%的 蔡总统在全国得标率是57% 他现在看到澳洲总理忽然讲这个 这不操作随便你啊 这是看民进党要怎么去料理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 看他怎么操作怎么玩 有一个礼拜时间让他发笑 我没想到这个境外势力来的这么快 而且我觉得是有点无厘头啊 如同我刚跟各位解释说 像英国他去年2月就申请加入CPTPP 门都没有啊 对不对 英国都还没加入 那我们是9月才申请 我们完了英国7个月 我们也不可能 不可能插队或是超车嘛 对不对 那你不去处理那些事情 你澳洲总理突然突然放这个话出来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情感 是很大的伤害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发起这个 拒买澳洲的产品 还是我们去澳洲的办事处去丢鸡蛋什么的 那个又很民粹又很 其实是于事无补啊 好这个实在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去年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我们是绕不过去大陆的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这个WHA啊 包括这个CPTP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就说 绕不过去啊 好那你讲说你就你就无视它的存在 好你们就是跑去日内瓦去看我们今年还是去啊 你要用对着干的方法就是我跟你拼了 你不让我加入WHA我就坐飞机到日内瓦去场外抗议 你抗议还是进不去啊 你绕不过去他因为国际社会就这样 我昨天还在单身广的节目讲在中天的正常拍我说 你看到习近平从他二十大之后建了这么多国的领袖 包括拜登包括德国的肖茲法国的马克宏还有澳洲的这个叉叉 各位听到没有我讲一句实在话如果有一天大陆真的要打我们或者两岸真的有什么冲突的你觉得这些国家会站在谁的旁边 他会挺谁 你觉得这些大国啊 岸田啊岸田是昨天跟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跟习近平见面 南韩尹习岳是在印尼跟习近平 你觉得他们会挺谁 他们不会挺我们的 我们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去招待那些商务仓的机票五星级的酒店 可能还有零用金 招待那些外国的国会议员来 什么捷克的韦德琪的啊 那个什么什么立陶宛的那些叉叉 那都不好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不是 比如说捷克是总统制裁 总统他没处理 你是你有什么用 你跟日本自民党那些国员 问题是 他们那些国家的行政权 他们那些大国 他们都是站在他那一边 都站在习近平那一边啊 我们不是 要帮长他人自弃 灭自己 不是 是国际现实是这样啊 不是你喜不喜欢的问题 现实就是这样子啊 难道所有跟习近平见面的国家 我们都不要跟他往来吗 跟日本不要往来 跟韩国什么美国都不要往来 你们都跟习近平见面什么 他 他现在 我们在国际 所以从1971年 我们被联合国提出来之后 我们的国际处境 这50年来啊 1971年到现在已经51年了 我们的国际处境就是 我们绕不过去啊 那怎么办呢 1971被联合国提出来 1972一堆国家跑去跟大陆建交 澳洲也是啊 日本也是 德国也是啊 他们七早八早 你们被联合国提出来 他马上就跑去跟大陆建交 南韩还拖到1992 美国是1979跟我们断交 这国际社会就离我们而去了啊 所以 你绕不过去嘛 你绕不过去 我也没叫你投降 我说你坐下来谈嘛 你绕不过去 然后你要蒙着头跟他对干 那我们就是 浪费那些 就像那个之前巴拉圭说 巴拉圭现在是我们的邦交国说 我们需要10亿美金啊 要维持我们两国的邦交 这10亿美金 这个很重要 直接开口跟你要钱啊 那巴拉圭为什么不去跟大陆建交 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 美国逼着他们要跟我们维持外交关系 另外就是 那你跟台湾要钱啊 绕不过去啊 请大家认清这个事实 然后 没有叫你投降 你不要像曹新成那种 没有让你投降 坐下来谈 要真的要输而已 坐下来谈 谈不懂了再说啊 你不要一天都要 就要跟人家对着干 你打不过他 你的银弹飞弹都不如他 应该是明年三月 他们每年的三月 有人大跟政协啊 这个李克强应该是 那个时候交棒才对啊 那李克强代表大陆去参加 这个东协的峰会 在柬埔寨 他发表了一段谈话 当然因为我跟各位讲过 因为东协 就ACEP这些国家跟大陆 他们都是大陆 这个他们第一大的贸易伙伴 整个现在 我用东协欧盟这个单位来讲的话 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东协 因为东协有十个国家 所以大陆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东协 那东协相对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大陆 那李克强讲的一段话 我引述给大家听 李克强因为他的意思说 我最后一次来参加这个东协的峰会 那非常感谢大家帮忙 因为他跟那些各国的领导人 也都有交情 李克强说 我们是搬不走的好邻居 搬不走的好邻居 他这样跟东协的各国不甘情 我们是搬不走的好邻居 因为东南亚国协 他们这些国家跟大陆很多都是 你看地理位置这么近 甚至有些是临街的 那我就借用李克强 这个大陆总理的这个概念跟大陆 我们跟大陆也是搬不走的邻居 我就说就地理位置来讲 他就在你旁边 你搬不走 你要跑去夏威夷吗 你跑不掉 他是你搬不走的邻居 那你要怎么办呢 我不是说两岸关系的定义是邻居 依照两岸的宪法 两岸是同胞 这个我们待会最后一段会谈 关键是在那个搬不走 两岸是搬不走的 那两岸搬不走 你要怎么办呢 那个阿智帮我改一下 那个搬不走的邻居帮我改成 两岸是搬不走 好不好 两岸是搬不走 就是你跑不掉 两岸是搬不走 那你这样一直说我要抗中保台 你就是你 就是我刚讲的 你就是我要跟你对着干 我要跟你拼了 我要跟你跟你就像那个薛瑞一样 我要跟你all in 德州扑克的all in 就是我把所有的筹码都推出去 好 我就是跟你跟你说哈了 这个赌博的我们这个少讲一点 就是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拼了 我所有的身家 我跟你all in了 没有必要 两岸是搬不走的 那搬不走怎么办 搬不走就坐下来谈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台独的大佬 郭宽敏 郭宽敏他的逻辑是 两岸是兄弟 他的意思是兄弟之帮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当然大陆是不会接受的 但是有些独派的朋友 必须要去理解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设你真的台独了 在美国的帮助之下 然后怎样怎样 假设你真的台独了 你还是在大陆的旁边 他距离你最近的位置还是130公里 就是台湾海峡最短的直线距离130公里 就这么近了 你是跑不掉 你是搬不走的 就算你台独 你还是得跟他维持关系 更何况他不会让你台独的 你台独他就打你 那你又搬不走那怎么办 那你每天一天到晚搞抗中保台 大陆你申请加入CPP 我也加入 我们去年就是逞这种皮肤之勇 你加入那我也要加入 人家加入我们那时候笑人家 你们大陆的什么 什么经济贸易的什么 自由度开放度不够了 怎么样什么 你们进不了什么 结果被打脸的是我们了 我不知道澳洲总理是是是 你是你忽然就说 我们不会支持 极不可能支持台湾加入 被打脸被打枪的是我们了 大陆能不能加入 那是人家的事情 我们根本进不去 有大陆阻挠跟他友好的国家这么多 他随便找一个只要一个 因为共识局他只要一个反对 你就没了 那你要吵什么呢 他CPTPP里面有七个会员国 跟RCEP是重叠的 那都是人的人 都是他的盟邦 都是他的友邦 你要跟他硬着干对着干 这个不好 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先进广告 我是陈辉伟已经连续跟大家讲两天 经济学人的这个2023展望的封面 我刚就跟你讲说 你看这个CPTPP这个你看民进党怎么操作 你等着看 经济学人这个封面 蔡总统怎么操作 哎呀我们很重要啦 我们是民主繁荣啦 我们是半导体的重镇啦 国际很看重我们 所以我们上了封面 是这样子吗 是吗 显然就不是嘛 我这边特别表扬 钱子跟单身广 他们这种跑 以前钱子是跑国际新闻啦 单身广是跑党政的 他们都看出来这个猫腻说奇怪 怎么突然会上封面 结果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 你们通通去抄蔡总统的脸书 啊我说到这个我听到一遍啊 你们全部都被蔡总统的大内宣给骗啦 经济学人之所以让蔡总统跟拜登 习近平普丁 泽伦斯基 梅诺尼 梅诺尼是意大利的女总理啊 意大利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总理 全世界只有六个国家领导人 放在这封面 我们是凭什么上去 我们上去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我们表现好 是因为经济学人演判下一个 下一个要被打的可能是我们啊 这有什么好高兴 有什么好 我先自在心 我实在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刚刚引述这个李克强的这个谈话 这个李克强他已经要交棒了 大陆国务院的总理 这几年 你看这个大陆这么大的 这么庞大的行政组织 李克强他这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不要管他是共产党 或是什么国务院总理 你就听他讲 他跟东西的关系是搬不走的好邻居啊 那应用在我们两个上面就是搬不走 那搬不走怎么办 关键在这里 搬不走怎么办 这个 我们要共同去面对 而不是 逞这个皮肤之用 没有人要投降 不要动不动就像曹新城那种的什么 去骂人 扣帽子什么 你想办法跟大陆坐下来谈 坐下来谈再说 那不见得谈得懂 不见得一次就能够谈清楚 就慢慢的谈 不要非但打来打去 不要各种的这种 我们也不必浪费那些精力 说我们要绕过大陆 我们要跳过他 然后我们要去参加什么的 你进不去 他就是全面的唯独你从51年前联合国之后 他控制了这个国际舞台变塌的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路挨打 我们挨打了51年也够了 以前的汉贼不两立 你就是绕不过去啊 那当这二三十年大陆 经济改革开放的时候 人家都上了外太空的 我们在干嘛 这二三十年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选举 我们在内斗 我们在虚号在空转 结果人家在进步 我们在退步 好不好 我播一段这个蔡总统 这个在这个 凯道的造势场 他讲在 这我们切那个 切那三张的那个幻灯片 你听看这个15秒 你听看蔡总统讲什么 我们守住了台湾的民主 我们没有让台湾变成香港 我们跟一起守住了台湾的疫情 没有让台湾变成武汉 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 我们守住的民主 没有让台湾变成香港 可是蔡总统你当初说 你要撑香港的 然后我们守住的疫情 没有让台湾变成武汉 你这什么意思呢 武汉 当年封城的苦还不够吗 你再讲这到底什么意思 我不太懂 你再听一次 他到底讲什么 我们守住了台湾的民主 我们没有让台湾变成香港 我们跟一起守住了台湾的疫情 没有让台湾变成武汉 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这个部分我支持蔡总统 可是蔡总统 你要知道在对岸 包括习近平已降 大陆14亿的同胞 他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2300万人在这边喊说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可是他们对面有14亿人 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怎么办 那你这样去讲香港 我实在不晓得黎智英 黎智英他现在关在里面 我不知道黎智英听到这个心理 怎么感想 你当初就是用香港人的血 骗台湾人的票 某个程度而言 我也觉得香港被消费了 我们守住的民主 我们没有让台湾变成香港 香港是怎么了 你当初怎么消费香港 你说没有变成武汉 那万华呢 我们当初是不是说 不要污名化万华 三立写万华病毒 马上被抗议 大家就抗议说 怎么可以讲万华病毒 什么万华是破口 然后你讲万华病毒 然后第二天三立就道歉说 对不起我们不应该讲万华病毒 那你既然不要讲 不讲万华病毒 那你就不应该去消费武汉 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 你不要污名化万华 那你为什么要污名化武汉 武汉当时还不够苦 你讲说我没有让台湾变成武汉 可是我们死了一万多人 这个是官方统计的数字 就一万多人了 那你现在跟我讲说 蔡总统你这个稿子不行 你这个对香港对武汉都不公平 我们看到香港的状况是 是不理想 可是这有什么好拿来说嘴的 我们守住的台湾民主 你是怎么守住台湾的民主 是人家还没打你 飞弹都打到头上来了 你不拉防空警报 我跟各位讲 前一阵子 因为北韩最近一直射导弹射飞弹 前一阵子 日本跟南韩都拉了防空警报 日本跟南韩 就是因为北韩射飞弹 他就拉防空警报 他们也没去拦 他们也都有防空飞弹 他们也没去拦 他就拉防空警报 我们也拦不到 因为超过100公里也拦不到 爱国者最多能够拦七八十公里 你打太高他根本拦不到 所以我们根本也没发射 拦不到你发射干嘛 我们不拉防空警报 我问你那日本跟南韩 为什么要拉防空警报 他们比较怕死 我们有侦测到 我们有热山雷达战 我们侦测到大陆飞弹打过来 可是政府不告诉你 你现在去消费香港 去消费武汉 你讲这话 如果你是香港的朋友 你听的是什么感想 我没有让台湾变成香港 我没有让台湾变成武汉 现在香港是怎样 现在武汉是怎样 我想说你这个 蔡总统你算机算机 我跟你讲民进党 他为了选票 他是不择手段的 特别这六年来 我觉得民进党的抗通把来 就是说 你可以去对习近平 对大陆的领导当局 我们当然要有这个 譬如说他们的东部战区 飞弹对着我们什么 可是你去得罪 14亿的大陆同胞 这个我就不懂了 特别是绿媒的朋友 你去笑人家什么 吃不起榨菜 吃不起茶叶蛋 然后住土房 没有电 什么三峡大坝快垮了 你就一天到晚 就讲那些负面的 不然就像游习坤说 我们的飞弹可以打到 北京跟上海 你打看看 我们的飞弹可以打到 北京跟上海 你到底在干嘛 乱 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敌我意识 我们防范他文攻武嚇 我们当然是抗议 可是各位听到没有 我们没有必要去得罪大陆同胞 他们是跟我们同文同种的 那是因为最近这几年被民进党洗脑 你如果真的要去算 我们很多人的祖先 大部分的祖先都是大陆人 你的老家都在大陆啊 是隔了很多代 你自己没有去寻根 你像那个院教授 院举正院教授 他老家在山东 他就有那个心 他去山东找他的老 那我们没有那些材料啊 我现在搞不清楚我的老家 我只知道可能是在福建 那我这边更早推 应该是在河南啊 因为我的唐号是尹川啊 尹川应该是在河南那边 尹川城 那边 从河南到福建 然后再到台湾了 我不太懂 你看中宝台你到底要干嘛 我刚前面跟你讲 你搬不走嘛 你跑不掉嘛 那你说习近平这样子 我们怎样怎样 你呛习近平我也就算了 你去呛大陆同胞干嘛呢 绝大多数的大陆同胞 他们都对我们是友善的 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同胞 不是翻墙出来那些少数的 那些激进的那些小粉红 不是 我是说 因为绝大多数的大陆朋友 是不翻墙的 绝大多数他们是不翻墙的 他们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都来不及了 我翻墙看台湾的这些节目 看得气得要是干什么 翻墙出来的是少数 大陆有14亿人 All right 14亿人 你觉得翻墙出来有多少人 没多少人 翻墙出来的是少数 好啊来我们这边看节目 顺手按赞一下 我也是很感谢 可是你们是少数 绝大多数的大陆同胞是不翻墙的 那我们没有必要去丑化人家 没有必要去得罪人家 武汉也一千多万人 你没事去讲武汉干什么呢 武汉当初 我们已经很久不讲武汉肺炎了 你看那个徐定真还在讲武汉肺炎 他改不过来 自由时报到今天还在写武汉肺炎 如果不能污名化 不应该污名化万华 那我们干嘛去污名化武汉呢 我们那个基本的同理心要有 不要为了选票骗票 然后不择手段 因为你这样下去 两岸的裂痕要弥补 很难啊 谢谢再见 感谢观看